最近剛幫我客人在列治文最好的社區SIFTEN 賣到一個兩年新的城市屋 這次就加一個新的任務 要來列治文第二好的社區 Guardian City跟大家介紹我一個新牌 首先跟大家介紹一下環境 Let's go 接下來大家帶我去看新牌 是一個兩層的城市屋單位 最後會看一下這棟大樓的五星級的設施 是附近的校區 那你們現在就可以下面用力按下like開門 讓更多人可以跟你們一起看房 那買房地區非常重要 報告顯示Guardian City這五年來的價位上升百分之31% 所以好區真是一房難求 當然啦如果你有看過我的視頻 這個區也不是第一次介紹的 去年大家來看過我這個9188COOPRO這棟樓 如果你不記得的話就讓我給你倒轉回去 還能列好社區嗎 那為什麼Guardian City社區會這麼受歡迎呢 我想跟這個占地24英姆的Guardian City公園 有很大的關係 這邊住在這邊呢 你可以帶你的小朋友來這個 無年齡限制的公園 基本上就是剛出生 一直到中學 都非常適用的一個公園環境 那沿著湖邊散步呢 也可以感受到這邊的大自然 週末呢 可以過來這邊野餐烤肉 這邊還有一個六口的公園 那如果能住在這個公園旁邊的話 是不是超讚的 除此之外呢 這邊到列治文市中心 你走路呢 只要13分鐘 那隔壁呢就是Anderson小學跟中學 那這個區呢大約為10到20年的公園 以及城市屋 社區呢 非常成熟呢 以及安靜 那現在來到我最新的樓盤呢 是Hampton Park的一個 兩房的城市屋單位 它是位於呢 Castrula跟Hamline的交接處 那街上面呢 有種下了非常多的樹 在這邊散步呢 就非常的血液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是樓盤的資訊 好終於到這個6號單位 位於Hampton Park 那首先呢 我們先看它前面的前院呢 是朝東的 大門朝東 我記得之前呢 有一個印度客人跟我說 如果是朝東的單位 欸 這邊會叫 朝東的單位呢 它是比較 prosperous 它是good health 代表風水比較好 它這邊非常的隱私 我們看一下光線也都很好 接近300尺的前院 所以如果家庭呢 有小朋友啊 或是有寵物的家庭 我覺得非常合適 接下來呢 大家進去看房吧 讓我先停下來這個Scooter 哇很熱很熱 大家騎Scooter的時候 記得要戴安全帽 OK Let's go 好來到這個單位呢 我們看到它一樓層的層高呢 是八尺半 是比其他Town House呢 稍微高一些的 那我們看到在右手邊呢 是它的客廳、餐廳、廚房 左邊這邊有一個 two piece powder room 很多兩層的層屋呢 在一樓呢 我知道它是沒有洗手間的 所以這個設計呢 非常貼心 那在這個單位呢 窗戶呢 所有看出去呢 是非常漂亮 以及舒服的這個綠色的風景 不管你在客廳裡面 看電視啊 或是你在餐廳裡面 吃飯 以及在廚房裡面 做飯的時候 都是看到呢 這樣的風景 好接下來我們看到 一個家核心的部分 這個非常寬敞的廚房 這真的是Town House尺寸的廚房 它除了所有電器呢 都是不鏽鋼的電器以外呢 包括這邊呢 是五個爐頭的 三星的Stove啦 以及這個是 28吋的三星的雙門冰箱 還有這個非常大的中島 那你在這邊呢 可以非常好的準備的食物 順便可以清場窗外的風景 那在廚房的右手邊呢 是一個墊的部分 現在屋主呢 是當作它的書房 以及左手邊呢 這是在一個樓梯下面的Storage 可以放下非常多的東西 那我覺得這個單位呢 最讚最棒的地方呢 就是它可以直接呢 通到外面的車庫 那我覺得這個單位最方便呢 就是單位後面呢 是你的車位 非常方便 如果你出去買東西 大包小包呢 就不需要坐電梯呢 可以直接進你家門 好接下來大家要去看這個房子的二樓 二樓呢 是個兩房兩位 先帶你們來參觀這個超大的主臥 可以放下一個King size的床 外加兩個床頭櫃 還可以在這邊呢 欣賞外面的風景 那主臥呢 帶有兩個衣櫃 以及一個4 piece的衛浴 好 那看完這個單位以後呢 接下來要去看一下這附近周圍的設施 那在這棟大樓呢 Hampton Park對面呢 就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網球場 本棟大樓裡面呢 也有非常多的設施 包括這麼漂亮的一個空中花園 以及它有游泳池 Sana 還有健身房 Party Room 還有一個Gas Free 這樣如果你有訪客來的話 就不需要去住旅館了 住在這邊呢 離小學跟中學呢 走路都不用10分鐘 所以非常適合呢 有小朋友的家庭 好 那既然都看到這了 麻煩幫我點個讚 如果你對溫哥的話 如果有房地產有興趣的朋友們 別忘記訂閱這個頻道 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一有新的視頻 你就不會錯過了 那如果呢 你想看其他我介紹樓盤的項目 可以點擊這邊這邊 又或者訂閱這個頻道 這樣子呢 你就不會錯過下一個 房地產的資訊了 好 我們下次再見喔 Peace 我們下次再見囉 感谢观看